哈喽大家好,我是志力拯救小嘴菜,老嘴菜,小居 相信呢提起A股啊,大家一定是又爱又恨 嘴上呢一直骂不休,手呢却不听使唤的一直在买 可是你知不知道A股市场有一个特色,那就是熊长牛短 但是呢,牛是一来啊,却是一飞冲天 这个呢跟美股呢是完全相反的 美股是典型的熊短牛长 而且呢还是快熊慢牛 所以很多A股投资者在不了解市场特征的情况下呢 一下子买在了高点 结果呢这波牛市呢只持续了两个月 你才定投了两次 然后呢杀一下子下来了 给你调整个三年 然后呢你就放弃了 所以呢我买A股基金呢都会赚到钱 因为呢我就知道它会调整很久 也知道呢它调整完以后啊会暴涨暴冲 我的历史A股定投回报率呢都在50%到100% 但是呢目前啊对于A股基金的定投呢 我却开始减码 因为呢随着市场的发展成熟化 A股的市场呢也会逐渐的向美股特征靠 熊市呢时间会缩短 牛市呢上涨幅度啊也会缩小 所以呢在低位定投的资金啊就会减少 加上牛市上涨的幅度减少呢 我们总体的获利啊就会跟着减少 但是呢痛苦指数呢也会下降 因为呢我们可以较快的时间获利出场了 当然如果你觉得啊虽然钱赚少了 但是呢痛苦指数呢减少了 你也很乐意接受那么呢也是没问题的 所以呢还是那句话 没有适合所有人的投资方式 最重要的是问清楚你自己想要什么 关注我学习更多基金投资的干货知识